和我們分量一下,建功的最後,二零一零,我們要走路後園 收個白車,我們想大客氣收個白車 現在沒用,收個白車 大家收個白車 說公民創名前例,給他一點位置 一月十多我也不覺得為你 直到有人,這個公民和學育,找來專名陳天文 嘩,我們給了幾個名 我和陳建文很熟悉的,在路過 我真的打了,不打這個 我曾經問,大教授說要我們去建立收益公民抗力 陳建文當時,他又告訴我,哇,我給我回來 陳建文說要不要做 陳建文說,做 一句實話而已 我們就做 上一上 陳建文說,我自從84年,和那幫民主的朋友爭取辦法直選 一走,三十前 我開個高山大會,每個港澳辦,譚潘哥,時威國,你這個政府原來都不動的 公民確定,爭取保險 我明年一度七十歲了 這就是我最後一分了 一定要政府排單結束 三十年了 時間已經不夠長了 循序程進,人都老了 普選未見 有行政會成的 我們不能做到 你拿張卡來吧,用多兩個 我可以,我可以 這麼重要的香港政治制度的發展 竟然沒有普通 我們最終在為了 真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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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公命 真普選 公民公命 參加了這個和平戰爭運動之後 我被很多國內和香港的朋友問我 他們跟我說,為何要做一些沒有結果的事情 問我究竟用這個方法 有幾大機會 可以為香港爭取到 真民主 老實說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們不是這樣做 就是沒有希望的 所以我今天只是說一句說話 我們做的事 只是站在黑暗之中 呼喚泪命 多謝 謝謝 在今年年後 我寫了那篇文章 提出了 用公民報名 佔領中環 爭取普選 其實寫完那篇文的時候 我沒有想過 我沒有想過做的 寫完想著就算了 其實可能跟很多香港市民都一樣 有好的方法 是能夠爭取到普選的方法 最好有人去做 不要我去做 當爭取到普選的時候 我也有份可以摘到 聰明的香港人 當然是這麼想的 是不是 跟著之後 獨立媒體 齊潔福 他就訪問我 他就挑戰我 大教授 你叫人公民抗命 你自己去不去 那你不用回來了 當時我想一想 都要去的 叫得人去 自己都要去 我說我會去 但當時的想法都是 都是不要我自己做 我在背後 閃風展播 那我就點了 朱牧師 陳怡文出來 就叫他們 喂他們兩個大頭可以 可以了 我在後面跟著 大件事一路發請留他 很高興我有兩個好好的拍檔 好好的 好好的 而話不說 一起上這條船 這條佔中的船 行不行嗎 剛才牧師說話 我們一無畏懼 但牧師告訴他們 我是好害怕的 我是很害怕的 我媽媽和小弟弟說我很誇張 我不是一個大膽的人 但到了這個時候 當我們看到 每件事是正義的 是公義的 我們害怕 我心裏沒有害怕 但我都要 好像朱穆斯剛才說 約書亞那樣 帶領著以色列人的時候 要把腳踏進那個約蛋坡那裡 我們要走出去 雖然恐懼 但我們要走出去 所以其實我很矛盾的 我今天在這裡叫大家 考慮一下公民靠命 佔領中環爭取普選 很矛盾的就是 我應不應該這樣叫大家 我心裏還是有恐懼 大家心裏有恐懼 是很理所當然 但我又想 當我們心裏有愛 當我們心裏有和平的時候 可以幫我們克服這些公共 我們要愛香港 我們愛我們周圍的人 包括反對普選的人 我們都愛他們 我們沒敵人 我們心裡有和平 這個人的和平就是 我們會公平的 平等的 對每一個人 當我們心裡有 愛和和平的時候 恐懼再不能夠 核索我們 我們可以走出 那一步 愛和和平的力量是很大的 我相信 連反黑車的裝甲都可以穿透 愛和和平 可以改變我們的制度 可以改變人生 所以我都是要叫大家 雖然不要矛盾 我都是叫大家 慎重去想一想 不用現在做決定 要不要佔領中環 就讓愛與和平 佔領中環 如果大家心裡有恐懼 但同時心裡有愛和平的話 請大家跟我們一起做個動作 請大家跟我們一起做個動作 決定 我們直視這個恐懼 直視心裡的恐懼 來憂慮 讓我們一起叫 佔領中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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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民抗命 佔領中環 東民抗命 佔領中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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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此全朝 多謝各位 多謝三次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起掌聲自己